大家好,我是主播大雄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中国时讯 每天带来最新国际新闻 欢迎点击订阅与小铃铛,谢谢 台湾省媒体报道称 大陆航母辽宁舰今晚罕见打开AIS船舶自动辨识系统 通过海峡中线一息 可以让各界知道其军事实力 根据AIS系统显示 今晚7点10分左右 辽宁舰在恒春西北西115海里左右海面 沿台海中线以西向南航行 航向190度,航速1.2节 以近乎停船的方式前进引发台媒猜测 据了解,辽宁舰过去便数次经过海峡中线一息 甚至进行过夜间战机起降作业 台湾当局几乎每次都宣称 一切尽在掌握中 台媒称,此次大喇喇打开AIS系统 刻意揭露自己位置,让外界看到实属罕见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中国海军巡查领土安全是非常正常的 北京联合大学台湾研究院教授朱松岭 在接受大陆媒体采访时曾表示 在他看来,辽宁舰到台湾海峡绕岛 或采取其他方式,遏制一切分裂势力 本来就是捍卫领土安全的一种行为 且近些年来,辽宁舰进入台湾海峡已是常态 更说明两岸实力的悬殊 朱松岭表示,这是对台独分子分裂国家的行为 以及外来势力干涉行为的敲打 对于解放军,辽宁号航母过台湾海峡的举动 也引起了台湾岛内的关注 蔡当局于稍晚的时间派出了几架F-16战机 对辽宁舰进行空中见识 近两天,台湾岛内台独分子人心惶惶 就在前几天,解放军大量直10武装直升机 就进行了跨海峡突击演练 一度逼近台湾岛内近海 并且实弹队不明贪图进行饱和式射击训练 这让台当局已经不知所措了 今次辽宁舰现身台湾海峡 就是对台独分子有利的震慑 大陆统一台湾的决心始终不动摇 台湾分裂国家的行径终将会受到来自解放军的怒火 近期,解放军这一系列的操作 无非就是为了对台独分子进行震慑 对蔡英文以异谋独的行径予以回应 同时也是给台湾背后的所谓称妖国一定的警醒 在全球忙于防疫之际 中美间的唇枪射箭没有暂歇 美国更是借机把台湾当马前卒 推向战争的前沿 除了国会通过台北法案刺激大陆 更与台湾共同发表台美防疫伙伴关系联合声明 更严重的是 这项合作声明完全踩踏了中美三个公报的红线 苏贞昌讲过 就算只剩一只扫嘱 也要跟中国大陆周旋到底 防疫之初更是禁绝将口罩支援大陆 最近苏贞昌批陈玉珍没资格当国会议员 把台独主张台面化 日前大陆军机夜间绕台通过中线以西空域 国台办表示警告和打击台独 防止台美勾连的新动作 奉劝民进党当局不要玩火 不要轻忽战争的发生 经常是历史上必然加上偶然 必然就是已经累积的原因 偶然则是突发的禁音 吕秀莲的警告是看到了 美国两艘航母相继重票 线上官员确诊 让美国的亚太地区战略出现大缺口 这很可能是禁音 他提醒台湾防务部门 不要再超前部署 还要超企部署 政治人物不要乱讲话 更不要再刺激中国大陆 吕秀莲这回不是说笑 尽管民进党把他当作 深公怨妇 但他担任过副领导人 长期关注台湾的发展 也致力于台海和平 对外交流领域 是他最娴熟的部分 民进党当局上下别开玩笑 祖母绿的话要听 自从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以来 更加地把中国视为自己最强的对手 而许多美国政要也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假设敌人 所以现在中美关系冲突和摩擦不断 中美关系之所以发生这样的冲突 责任方完全在美方 而最近美国在两岸关系上的一些举动 更是引起了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毕竟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核心问题 涉及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台北法案 民进党当局一直幻想 能有实质性的国际交往突破 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采取诸多形式 扩大自己所谓的外交空间 今年2月份 民进党当局派赖清德窜访美国 就是想利用这个机会 拉拢美国的反华人士 所以岛内民进党 依然吹嘘到 这是美台关系实现了重大的突破 而美国更是把台湾当成牵制大陆 发展的一枚重要的利器 不断地向台独分子进行错误暗示 最近 美国参议院通过的所谓台北法案 美其名曰是 加强美国与台湾地区的贸易往来 其实就是想帮助民进党扩大外交空间 所谓的法案当中提出 美国要帮助民进党当局参加更多的国际活动 这种赤裸裸地破坏中美关系的行为 遭到了外交部的强烈抗议 外交部发言人指出 美国应该认真履行三个重要的相关协议 为推动中美关系发展 做出积极事情 美国的驶入中国领海中国人民解放军 为了积极地捍卫国家领土完整 在台湾海峡附近展开了例行的军事演习 多次演习 表明了我们军队的战斗力和保障能力 而美国只要在我们进行军事演习后不久 就会派军舰驶入南海 美国这种赤裸裸的秀肌肉的行为 遭到了我们的严厉反对 现在中国海军力量也不断地强大和发展 这对美国有很大的反击能力 台湾地区2020年领导人的选举早已尘埃落定 在这次选举中 蔡英文获得了胜利 虽然有很多人不服气 也知道在这次选举中 蔡英文利用了一些下作的手段 巩固自己竞选的优势 但是结果已定 大家也不愿意 也无可奈何 而随着蔡英文的连任 两岸之间的关系也愈发紧张 一直以来 蔡英文都在致力于破坏两岸和谐 在连任之后 她台独的行为也愈发明显 对于这样的情况 关于武统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表示 是想要用武力来解决台湾问题 诚然 用武力确实可以一劳永逸 并且直接将蔡英文这样的台独分子泯灭 但是一直以来 大陆都希望用和平的方式去解决台湾问题 不想将武器对准自己的同胞 为此 国台办也郑重发声 表示和平发展是历史正确的进程 但是也不排除使用武力实现足国统一 我倒是要提醒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 应该严肃思考一下 为什么近些年 大陆民间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武统声音 这是被他们的倒行逆施逼出来的 他们应该认真思考 到底要把台湾和两岸关系带向何方 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 国台办发言人马小光在回应记者提问时 这样表示 台湾2020大选结束 代表台独势力的民进党蔡英文胜选 大陆网络上主张武统的声音也在这几天迅速升高 对此 正在洋洋得意的台独势力应该不会反省 毕竟他们原本就没把台湾岛内 希望和平发展的主流民意放在心上 民进党正在通过一场日益肮脏的选举 靠着欺骗 靠着恐吓 把全体台湾民众一点一点地绑上他们精心准备的台独战车 当逆行道士的台独到了灭顶之灾的一天 受伤害最深的又会是谁呢 另一方面 我们也要如马小光说的那样 看问题要看大事 台湾地区的一两次选举不会决定一个问题的未来 难道就因为民进党还要继续在台湾执政 我们和平统一的目标就实现不了了 当然不是 想想过去的几十年里 两岸关系不就一直是在艰难曲折中不断前行的吗 无论遇到多少困难和挑战 我们不都是最终应对并战胜了他们吗 现在当然也不可能因为岛内的一场选举 我们就放弃努力与希望 台湾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台湾 台湾的前途由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说到底 和平统一才是最符合两岸同胞和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最佳统一方式 台湾问题终究还是要咱中国人自己解决 台湾前途也要由全中国人民共同决定 大陆14亿民意也必须受到足够的重视 如今台湾社会已经形成了不能毒的集体意识 如果民进党错判形势铤而走险 那就离灭顶之灾不远了